又到了游记的时间 我发现身为广东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因为周围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 你比方说韶关往北走一点点 就有非常罕见的单侠的地方 往西走一点点就有卡斯特的地方 往南走还有阳光与海滩 就是想想就觉得自己挺幸福的 所以每到周末我们广东人就会去 广东话叫君隆君啦 去找一些小众的地方 去好好玩一下吃一下是吧 平时我开我自己的老思域一个人出去 但是你要说到全家出行的话 我就希望这台车的空间足够大 最好有三排的座椅 然后中间还要有独立的座椅 因为在里都是我的家人们 所以我希望他们足够的享受 配置还不能差 必须给我枕上什么座椅通风 座椅的加热都给它拉满了 我才能满足 动力气候我希望是一台插电数混合动力的车 因为我不希望有任何的续航的焦虑 而且我也希望它能有纯电车重 非常平顺的驾驶的感受 思来想去 我好像只有比亚迪能够满足我这些需求 所以这次我找来这台腾式的N8 这次我们要去清远的英西的风陵 去那里看一下非常好看的卡斯特的地貌 顺带来验证一下这台腾式N8 是不是真的能满足我上面输到的所有的需求 看一下窗外的景色已经是非常典型的这种 卡斯特的地貌了 我们距离目的地也就还有两三公里而已 这一路过来这台腾式N8也让我整个体验 预备的非常的好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配置真的是非常的高 前排和中排都有做你的加热 做你的通风做你的按摩 哇这个享受简直不要太爽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点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中排的语音控制的功能非常的多 我们都知道这种6座的车型通常中排做的 都是我们最爱的父母或者是家里的长辈 是吧 但是他们对这种新能源车的这种接受程度 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功能的使用 往往没有我们上手那么的快 但是这台车在中排你只要用你的嘴 就可以去控制它很多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在中排你可以叫它帮你打开 座椅的加热啊 座椅的通风或者是这种按摩的功能 就会让你整一个用车的体验变得非常的友好 另外就是中排它还有一个小桌板 这个小桌板可能平时你还意识不到它的好 但是在自驾游的时候 你可以坐在它的后排 放上你的饮料啦 小瓜子啦是吧 所以整一个出游的这种感觉就会变得非常的爽了 另外啊就是这台车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的整个中控屏里面的功能很多 我们一路过来可以看着哔哩哔哩 去看着我的视频节目 或者是看一个电影 然后一路翻身笑语就过来了 出来玩呢最怕就是碰见这种滑头楼啊 因为我们现在要掉头了 但是这么大一台车 这个掉头的位置呢又特别的小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这台腾是M8的这个360度的影像真的是特别好用 你看基本上所有的角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去控制 而且它和一般的360度还不一样 你可以随意的切换角度 你可以看后面可以看左边可以看右边 然后前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物 我们可以看着它的前面去通过 就会让我们的整个旅程变得更加的轻松 基本上没有什么视觉的盲趣 而且它这个360度的影像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哪怕你是正常在路上面行走起来呢 你想去看看周围的车辆的状况呢 也是可以看见的 麻烦等我讲一讲麻烦 然后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会造成无辜的伤害 是吧 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影像 看一下我们前面鸭子有多少 还有鸭子 我们先把它赶跑 看一下前面还有没有 没有了 还有 没有了 这功能还挺好用的 而且前面这个位置也特别特别的窄 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呢 可能我自己要过去的话 可能要下车看几把才能过去 而且它这个影像还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可以手动去看各个角度 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拐角 你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现在你经过的路况是什么 不用担心说会刮到车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视觉的盲趣 对这么大一台车来讲 这个功能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刚需 还好这次开着腾式的N8过来 因为这台车有四驱系统 所以哪怕碰见这种非铺装的路面 完全都不用担心 另外就是这台车会有一个 云脸C的一套底盘的控制系统 这一套系统在整一个的旅程当中 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 首先第一个是它可以调节悬架的一个软硬 在非铺装的路面下面 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比较颠簸的路面 你会觉得整个悬架还蛮舒适的 挺有质感的这种感觉 但是一旦说路面比较好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在一些高速公路 或者是一个二级公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底盘的这种感觉 反而是有点硬硬崩崩的这种感觉 挺有质感的 会让你觉得经过一些桥头跳 以及是一些减速带的时候 整台车并不会晃晃悠悠的这种感觉 所以能让你同时兼顾烂路的舒适性 和这种高速的操控的表现 而且在这种非铺装的路面下面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说线车怎么办 因为它有后面的插出吸索 而且现在我们都不用把它的四驱打开 都已经是非常轻松的 就可以通过这些障碍了 好了终于在烂路当中出来了 趁着去下一个景点的间隙 和大家去聊一个话题 其实你会发现现在的一些 拆电池混合动力的车 普遍加速其实都非常的快 特别是现在的比亚迪的DMP 这台可能是N8来讲 它官方给到的百分比的加速成绩是多少 4.3秒 4.3秒放在性能车上面 可能以前是宝马的M系列 那样子的一个动力的水平了 所以很多人会问 你开了这么大一台大马力的车出去出游 路上这些会不会很难控制 全车人坐起来会不会很容易吐 其实这种根本不需要担心 特别是现在的比亚迪 它的电门的调教其实是比较的讲究的 电门的初段其实调的比较的舒缓 哪怕是我比较风情角 像现在这样踩 其实整台车也不会一穿一穿的这种感觉 它会弱化掉很多一些风情角 这种细碎的动作 而且因为有了电器的加持 你哪怕踩的比较深 发动机的声音也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整个舒适性的表现 真的是特别的高级 而且这个DNP我发现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今天下来之后 在二级公路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大货车 在这种路况下面 我觉得一个强动力 其实是非常刚需的这么一个配置来的 特别是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弯角 有大货车 你的视野会受限的 这时候你要一搅油门 然后去超越到大货车 而此时此刻 DNP就能提供给你非常强大的加速性能 会让你整个旅途会更加的安全和安心 太阳快下山了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战绩 是不是玩得挺开心的 各种的路况其实都体验过了 如果不是这台腾市的N8陪伴 我们这次出行 我相信没有这么爽的 这台车的很多的高配置 会让我们这次的旅程 变得放松不少 没有那么多的疲惫的感觉 同时呢 这台车的DNP的动力 在我在二级公路超越大货车的时候 也能让我信心倍增 还有它的云脸膝的底盘的控制系统 同时兼顾了非铺装路面 和高速路面的这种舒适性 每个点看似提升不大 但叠加起来 确确实实会给我们的用车生活增色不少